歡迎回來第三節動漫戰隊,繼續跟大家說Gundam 00,這個Gundam 00 剛才第一節說了Season 1,第二節說Season 2,第三節不是說Season 3,是說劇場版 因為兩季的動畫50集做完之後,就是承接了一套的劇場版 這套劇場版也可以說是這個系列的完結,三套作品混合在一起 當然還有其他的外傳,今天就先不說外傳 而劇場版的故事,大家為慶重簡介一下這個故事 首先要說的,導演和編劇和本傳一樣,都是水魯精義和黑田陽界 上映的日期就是2010年9月 抱歉,先打出來,要提一件事,這套劇場版是計F91之後 再度有一次完全新作劇場版,即是非總編集的劇場版上映 我記得就是0010,原來是這樣,我也不知道 我記憶中是的,所以當年有一個人是很葡萄的 那個人就叫福田,福田在Twitter經常吹這套 因為原本SUNICE經常吹風說GUNDAM SEAP會有一個新作劇場版 就是F91之後的第一套完全新編劇場版 誰知道之後就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劇場版就... 不是吹,電擊是有出過宣傳圖的 電風吹了出來的,是直接說完那些東西 但是那套東西不知道為什麼到現在都不見了 打飛機打走了 然後水到精二套《吉寶O》就做了劇場版 所以福田那年就非常極之葡萄這套東西 經常Tweeter串這套東西 大概是什麼事情 已經發生了 講回故事,其實在第二季兩年後 新政府成立了 但是還是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 例如大勢力其實跟新政府的協商 還沒有去得很通信 而天人其實還在活躍去解決一些恐怖襲擊和政治紛爭 但是木星有一些殘骸的船隻 就不知道為什麼直接飛進地球軌道 就在地球的艦隊迎擊之後 變成碎片掉落地球之後 就發生了很多不同的奇怪事件 那些奇怪事件就關乎到原來那些隕石 就在這個船隻柴裡面就變成一些金屬化的 那時候還未確定是生命體 就金屬化的物體就附在市民身上 你有體用者王就是中達 嗯 即是銅化了 是的,銅化了 也發現原來銅化人多數是一些老電子波比較發達的人 可能是超兵 或者是一些隱性的變革者 是的,所以引起天人的關注 就直接去吊彩的事件 最後發展到原來這些 他們稱為這個ELS 就原來是一些金屬型的生命體 就大舉就由木星進攻這個地球 引發一連串的刑擊 它的譯名挺正的,地球外變性金屬體 最簡單易明 即是Transformer 是的,可以這樣說 都是金屬的 金屬生命體 我拍文來集 我拍文來集 之後就 薩拉為了跟這些ELS溝通 就開了一個Double Riser的解放粒子 但是因為資訊量太多的關係 令到他腦部受傷 劇場版中間已經退場了 暈了 即是老部想暈了 對,他中間也做了很多事情 例如天人那群是嘗試跟那些東西對戰或者接觸 而薩拉開過聊天室之後 就是剛才說老部受傷暈了 即是昏迷在床 甚至地球軍那邊原本 我派過一個很好抽的 叫做Innovator 拿著一架MA衝過去 高手高手高手 對,之後也死了 跟第二季的Innovator一樣 不是,他吹得很厲害 當年電影海報 站大頭位 他真的吹到他大內第一高手 還說是被人殺了 另外一個神種的Innovator 吹得很厲害 是呀,特意吹得很厲害 你不要問我叫他叫什麼名字 我已經忘記了 總之他又出來死了 天人幾個都有損傷 即是機體的損傷 即是提子又肉身死了 提子也是變成了AI 提子也是 因為他們大舉進攻地球 地球方面當然要預防他們進行最終艦隊戰 同時他們也開了以前飛達的船 打算對抗他們 而整個EOS的母星就在木星突然出現了進軍地球 最終決戰其實也打得很一面 因為EOS除了可以同化之外還可以模仿他們的機體 就變成這個 原本以為只是對抗一些宇宙生命體 誰知道他變成他們的藍者 甚至是MS 所以其實很簡單 真是中達打武之東的地球人 是一面左右 最後天人就算用他們最新機體也刪得很辛苦 到最後 薩娜終於醒來 用最新的機體 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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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說 就是大家買到衛生褲才找到的 大放爾番 大家可以買 量子的意思 進行這個最終對話 就進入這個 OQ OQ 龍毛加身 喔 煩惱笑 怎麼變成OQ 讀錯 很厲害 進入這個核心 就進行Quantum Bar Store 那就是 Qua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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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了Quantum Bar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些就是 就是什麼 刺穿個洞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回來回來 量子Basso 是 進行這個對話 傳送的資料量 都是很大 但是最後 拿到一個中心思想 就是原來 這班外星人 我覺得那段 真的很交響詩編 是 因為他跟 交響詩編 那班外星人一樣 都是由 同化來進行 這個溝通 但是一路 他們的母星 因為破壞了 進行這個宇宙探險 最後就來到地球 也是一直以來用同化 但是因為進行溝通 他兩邊終於 知道對方 是想到些什麼 而薩拉 就用他的 Gundam 進行這個量子旅行 就去到他們的母星 就令到他們了解到 原來人類是 一個什麼 物體 應該說物種 最後所有EOS 聚合在一起 就成為了一朵花 應該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薩拉 回應薩拉的意志 要向人類示好 因為他們溝通 薩拉心目中 那個花是有特別的意義 所以那個花某程度上 回應了人類 就是想跟人類說 我們不是想打你們的 我們現在停手了 其實再解回之前 就是原來 為什麼他 他的心靈體 會吃下去 腐蝕了下去 腦量子波 不同的人 例如 超兵之類 就是因為他們想 找人溝通 所以他們就 附席了這些 腦電波高一點的人 理論上 這幫人 他覺得可以和他們溝通到 但因為 這次說的溝通 就是 這幫人是一批東西 你完全不是一個人型 不會跟你做到 任何身體語言 只是 吃了下來 但 你就以為他想侵略你 但他的腐蝕就是想和你溝通 變成 因為就是沒有薩拉 那個 終極GN 聊天室工具 終極Skype 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就溝通不了 而薩拉最後 找到整件事 就叫做解決了這個危機 可以說就是 而到最後就是 那五十年之後 其實ELS和人類已經和平共處 甚至有ELS和混合的人種出現 半人半機械 半人半金屬 半人半金屬 明星小超人 是的 像的 他也製造了一隻男 就向外太空出發 要探索 終於都有這個超市空曜賽 原來是搏下去的 有辦法 也都 最後變成了ELS的 薩拉終於回到地球 就和公主相遇 最後就完結了整個OO的故事 還有一段 After Credit 我覺得很好看 就是說回 宜奧尼亞和 真兒邦 李鳳子 對 真個人 因為他們復製出來 他們的溝通就是訪問他 他們成為好朋友 那段的對話其實是畫龍點 很感動的 就是這樣 我自己是很喜歡劇場版的最後一副 因為最後就是那一架 影域報告達和那些花 OOQ的再ELS融合體下來 和那些花容是不能看的 然後就出了兩句英文字 簡單說就是用戰爭不會得和平 你是要用溝通才能得和平 那它是用兩句東西去點了整個00的題材 或者當作是一個end tag 那就完了作品了 那它有一個劇場版 當年是很多爭論 播出的時候 播的時候 看完之後是哩聲四喜 我是其中之一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因為我還小時候 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突然說 咦 你怎麼變成勇者皇家真三一 最後它不是要進去別人的花 它砍在那裡 根本就是世界最後之日 砍在那些遊戲的Inno Beta 那一幕 我真的變成了超級是 當年很多人不喜歡用溝通 靠木高達去做溝通 然後就完結了一件事 解決一件事 也有很多人罵的位置 那變成了這套東西是當年 Marsensei 起座 但真的是時間關係的 現在就不會變成成贊 不是的 整個粉絲圈 可以說現在的討論是挺兩極的 甚至是時間久了 那一套東西 人們開始消化到 開始喜歡這套東西 或者覺得它OK的聲音 就墮上了 我只是說現象來計 我就是近年一口氣看 就是從第一季第一集 開始一直順著 一個星期看完它 我就覺得整個鋪排很好 就是它沒有偏離過任何主線 那你說最後 當然有很多沙石在第二季 但是劇場版的安排 甚至乎跟外星人的溝通 我自己是覺得很好 我自己也是翻看的時候 我第一次看我是看《黑人問號》 我第二次看 我就變成很喜歡劇場版 我就是變成很喜歡劇場版 我第二次看 那如果你打森波或者岩波呢 這樣說吧 因為當初很多人吵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是打外星人 打外星人 直接就下一個評價 就是狠狠 打外星人 因為高達打外星人 所以狠狠 很多人就是這樣 去評價這個作品 但是人們是給不到一個很充分的原因 為什麼打外星人是狠狠的 那我就用回 跟外星人溝通 或者跟外星人接觸 這一類作品去評價的話 我自己覺得他不是做得太好的 都是那句 因為我看聊天室這個大能的關係 令到那個溝通的過程 變得相對很容易就達到了那個結果 就是簡單地達到你覺得 因為我是有看過 其他的機械人 或者其他的科幻作品 說這類的東西 是表現得好過他很多的 我不是說他做得太好 而他作為高達 他夠膽這樣玩是厲害的 但是你這個項目就點了一件事 就是 最後就是因為他作為高達而玩 這件事都收了很多 negative的 feedback 那我先不說這件事 我先不覺得作為高達可不可以玩我聽人 但是他作為要跟外星人溝通這個命題 他不算做得太出色 因為同類型的外星生物已經是有出現過了 以前 就是侵蝕別人去做溝通手法 然後人類不接受 然後變成戰爭的狀態 然後那些外星生物還要以為 戰鬥是你們溝通的方式 所以才跟你們戰鬥 其實ELS是這樣的 其實這件事在法夫蘭裡面那些festival已經是這種概念 而他玩得出色太多了 而他那個 因為他用了五十多集去說這件事 那當然你要用短短一個多小時的劇場版去做這個命題 當然是會變得草述很多 不用這麼說 其實《機界昇華》的概念已經好過他很多了 是啊 但是《機界昇華》就是要抗拒的一件事 嗯 現在是說如果這件事是要接受的時候 人類應該要怎麼做呢 這樣 那這個命題方面 我覺得他是玩得不太好的 但是我自己反而是很喜歡這件事 因為我如果把它連起來S1、S2 我就覺得整個鋪牌都是做得很好 因為我是會把劇場版某程度 有些是兜回去S1之前 因為劇場版說的就是 簡單來說 就是很多人就說 不明白為什麼高達要打外星人 很多人只用這個項目 高達打外星人 暗狗為什麼高達要打外星人 但是故事所說的就是 甚至有些人當年說 喂 你S2也是機打機 人打人 為什麼會變成打外星人 很多人這樣說 但是劇場版的故事就是 因為這裡的那群人 總之簡單來說人類探索 就發現到有一堆ELS一堆的外星人 在他朝一日就會來到地球 而來到地球之後發覺 如果你跟它交戰 人類是必定滅亡的 你一定不夠打 其實劇場版的尾都說 整個地球軍隊都掉上去 都基本上是死了 差不多是全軍覆會 他是說因為這隻生物出現 而是人類有一天會面對到他們 而如果你選擇跟他們戰鬥 你最後人類一定滅亡的 而唯一要拯救人類的方法 就是透過S1和S2所做的事情 達至到有Innovator 有Innovator 而再可以透過高達 再跟他們的族群溝通 因為對方 我最喜歡的就是 對方不是做人類的東西 你人類的感覺就是 身體語言可以溝通 說給你聽是一堆東西 我對著一堆東西 我可以怎樣溝通 但是老實實 宇宙這麼大 其實你那個外星人 一堆東西不是不可能的 你在Innovator 什麼形狀都有 但是其實你會發覺 因為你對著這堆東西 你溝通不了 而你做了SS2的 就是你達至到 可以跟這堆東西溝通到 最尾就告訴你 是因為用溝通這件事 所以製造到戰爭 可以有和平 因為那些人跟人去做打 去做溝通 而停戰 大家會覺得有若干而欺 這件事會是 但是如果你是說 從一堆金屬生命體 去做到這件事 是表達到用戰爭 是不會達到和平 是用溝通達到和平 這件事 在最後 完結整件事 點回題 我自己就很喜歡這系列 會是 他其實在第二季已經跟你說 就算他不是提 就是 真的 exactly 提ELS 他也都提了 就是面對未來未明的對話 他也都很講得明白 對外太空的對話 是 那他這樣發出 跟你說有ELS 這件事 我是沒有問題的 是 如果你是說 有些人說 為什麼Gundam系列 會有外星人的設定 我想 Refresh一下大家的Memory 去回Seat的第一季 其實他也是外星人設定的 只不過他沒有用的 那你不要就是 我說為什麼 有外星人這麼離譜 別人其他也有 那你宇宙殖民 本身就已經是 so call 叫外星的人 對不對 只不過他的外星 外過你的太陽系 就是這樣 而且我從來都覺得 高達他沒有限少 人打人才叫高達 就有很多自稱高達 Hardcore的粉絲 就主動幫高達 這個是你限死了 對 只是那些粉絲限死了 當然有些東西 是高達不能夠撕掉 譬如反戰 你不能夠脫離反戰這個元素 起碼創作者是這樣說 但是你說 是不是一定要打人 這樣 人打人 那機動武鬥轉 也是人打人 那你又不應該挑戰機動武鬥轉 你這樣也是 人打人 真的人走出來打人 對 人打機 雖然有 但是我自己 以下這句話 很fancy的角度出發 我甚至覺得這個作品 他在表達那件事 有一幫人就是 先入為主了 覺得高達不能打外星人 他根本沒有消化別人的 那個題目 或者沒有消化別人的訊息 甚至乎 我很記得 Tierra和薩拉 最後衝入朵花的東西 他們對白說 為什麼人與人溝通不了 就是因為 有很多其他的外在因素 例如先入為主 其實我覺得那句話 就是在諷刺那幫 即是他當作作的時候 我猜他沒有這個心 但是我反看這個作品 我覺得有看到一幫人說 高達打外星人 所以垃圾 而最後他的句話 就是 人與人溝通不了 因為總是有先入為主的東西存在 你先入為主 那一隻東西撲過來 那塊金屬生命體一定是有問題的 其實這個是你先入為主 導致溝通不了 而有一幫人就是先入為主 覺得高達打外星人一定垃圾 那這幫人的思考為主 導致溝通不了 所以其實他最後講的訊息 我自己翻看 我很喜歡就是 再看那一堆的留言 再翻翻 那句句白 我就很喜歡 我覺得可以做的 當然回歸他做不做得好 我覺得他只是合格 合格 我給他多 我自己是 就是很老套 很老套地說 在Gundam作品裏面 他這個名題 是算是做得OK的 但是撇開Gundam不說 他作為一個機人番 他只是一個合格的質素 就是這個劇場版 如果你再放在高達這個系列裡面 那個分數就可以多了 但是如果你抽開 跟整個機人番系列 那個分數會不同 但是 到這裏有一點點幫他繞 我覺得 但是因為你在高達 在這個系列裡面 你要做這個 變改 或者走這一步 那個難度 是比其他人多了 他夠膽地做 因為我們很簡單地看回 就是 最後我們看回那堆 因為高達打外星人 所以暗糕的反響 這堆東西 就是你在這個系列裡面 做這個 創作的 那個 最大的阻力 你在這個系列裡面 創作就是 會遇到這堆阻力 你騎一下機人 我開個新梯圖 出來玩 我喜歡怎樣玩都可以 但是現在在高達 這個系列裡面 搞了一批 金屬外星體 撲過來就有這個 反響 會是 辛苦一點 我覺得是 你單說反戰 甚至政治 他已經是合格有餘 當然你說 你單說劇場版 是不算太好的 急的 但是如果你整個 series這樣看 是真的合格以上 是 那說吧 就是 他用機械人作品去說 他這個命題已經不新了 是 也都 玩得好過他 大有人在 但是他值得 給分的就是 他作為高達 他夠僵 你幹 得你這幫老屎不死 你 我都要做這件事出來 這件事就值得給分 如果 跟心哥同一個評論去講另一套作品 都是他有份參與的 我覺得 都做得有創新性 就是 是Gundam Build Fighter 但是那個是另一套的突破 黑田陽界 你意思是都是黑田陽界 是的 我覺得他那一套都是另一套突破 但是那一套突破 和那一套突破 是兩回事 但是我都覺得 它是 因為我覺得 甚至針對另一套 是開新客群的一個突破 這個就是現有客群做的事情 我覺得是 如果 我們現在去到一個 全作品的討論 因為看完全部 全作品的討論 我是很喜歡這套Gundam作品 可以在那個年代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這麼說 無論如何都要說 Seed 和Stats 又這麼說 我覺得Seed 和CD 是不可以說 將它好像劈走了 因為它是高達系列作裡面 其中一個時期來的 你是不可以丟走它 如果硬真鐵越也好 我都不會丟走它 因為那個時代 無論如何討論 他在商業上 或者幫Bandai 甚至幫Gundam這個牌子 是作為一個新的Soft Reboot 或者吸引新的客員 是一個很重要的作品 是 那 他之後的Double O 他商業上是很成功的 在故事上 我也覺得他做了一件很大的轉變 就是 他肯做一些新的事情 那當然 一些So-called 我們應該要Code on code 一些Die Hard的粉絲 老是忽 老是忽 不忽都是正常的 但是他踏出了一個新的步伐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宏觀而言 故事是不是真的 哇 即是炮案叫絕 真的好像富爺 真的可以寫到一些 哇 你猜不到他這些東西 不是的 然後他裡面某些元素 是很多其他機人作品 甚至非機人作品 都做得比他好 但是怎麼說都好 掛著Gundam這個 我不叫作咒 牌子 牌頭 我不叫你怎麼說都好 重担 對 重担 他算是做得四平八穩 而做得 是給到一些東西 你看我是收貨的 其實如果你從小到大看習慣 機人翻的話 你都覺得這套東西有很多影子 例如Star Wars 真三一 勇者王 什麼差都拌進去 Marcos 什麼差都有 但是他拌得漂亮 拌得不漂亮 那就是高手和低手的分別 而他就是我們講的最學實的創作方法 就是我有一個主題 我為了要完成這個主題 去想要用什麼方法表達出來 就是用創作去表達我想表達的什麼 就是有一個骨幹然後不斷砌一些東西 有層次 有face 那這些就是最基本劇本的表現 就不是那些覺得自己是天才 就胡亂講 就說我是很厲害的 那些凡夫逐之看不明白我 那些 大人擺這些人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meaning 然後出發創作一個故事出來 跟你創作一個故事 隔晚塞meaning 是兩樣東西 那個meaning 還要是粉絲塞下去那些才得人害怕 是 這些是紅狗中之白語 是嗎 例如那些DCEU那些 顧問論做 我個人評作品 我是喜歡看這件事 就是有沒有一個meaning出發做創作 哪怕你有個meaning出發做創作 可能眼睛受低 甚至乎我覺得某些東西都是眼睛受低的 然後創作出來 這個我至少會放在一個較為好的位置 我心目中評價 如果你表達得整件事好 就再放高一點 但是最低限度 我覺得你 我看得出這個作品 是先有meaning 想表達再做創作 就不同其他一些 就是後期的作品 我實實 就算高達 你難聽說 我覺得鐵劣也是一樣的 就是我做過作品 隔晚塞meaning 最後塞做人要有貴宿 那些我覺得 少少是隔晚塞的 我覺得已經是 人要有貴宿 你覺得只是伸縮給他 官方有沒有說過 雖然尾段那個有的 但是尾段硬塞 好像革命機硬塞像景色 其實鐵劣那件事 我覺得 泰哥說為了表現主題 去創作一套東西 我都不太接受 因為主題 過分主題先行都是不好的 亦都反過來 那些天才型的創作方法 都可以寫到好東西 主要看那個人 是不是真的天才 可能寫八個 沒有了解四個 所以創作方法是怎樣 其實沒有死定 沒有定的 而對WO的評價就是 他很樸實的 相對簡單 努力的去砌一套 正常的作品出來 近年天才型的創作成功 我只是想到Ricky and Morty 我想不到一套長篇動畫 日本我一時間 想不到 沒有 長篇就一定沒有 短篇都玩熱手 有雞作 我反而有點覺得 高達過圈是 越來越奇怪 那群壽眾 我們剛才談過話題 半講笑 其實那些人說 打外星人士一定不行 是不是那些人想要雙倍 劇場版開場 勇者合體式那一隻 剛才我好像藍哥說了這個笑出來 但我第一次撈了一半秒之後 就想 不是的 那些人可能真的想要這隻 是啊 吉他 他們是想要這隻 他們不消化別人的意思 即是消化完 你喜不喜歡 後話 真的不能逼人喜歡 你少少消化了之後 你告訴我為什麼你喜歡 為什麼你不喜歡 就要後面那些東西 甚至乎難聽說那些麻煩 都不是他想要的東西 而且高達系列 一向都不是推銷熱血 除了武鬥轉之外 不是的 不知道為什麼近年 近年的人越來越覺得 高達是要熱血的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鐵血的人追過 那些公司副野的東西 你喜不喜歡 好行 人人的尺度不同 人人的喜好不同 但我見過有些所謂高達迷 就說副野那些東西 其實那些顧容影響沒什麼料 都是後期那些 什麼W那些好看點 嘩 那這些真是喪心病狂 見不少的 這些要去驗路 但真的不少的 師傅 真的不少的 他們真的沒有消化別人的事 想說什麼 我那時候真的 很生氣 就是你喜不喜歡 但是 那些人是 我那時候看這麼多人的高達 就是 高達這個東西就是正常 要告訴你 就算喜歡U.C.也好 U.C.也在說你 人的東西 或者溝通的東西 或者人的意識 如果不然麻煩 怎麼會在最後一起 推走阿菇治斯 那時候就是說人的意識 關在一起 去想推走那個東西 都是有一種悲劇中 有一種 叫做樂觀的人類 都始終有個善念在底 但問題 如果你說 你是戴黑高達迷 你是高達老屁股 老粉絲 然後你是連這些東西都不會消化 就純粹說 我們這套東西都不是U.C.時間線 不好看 我覺得我很失望 沒有理由看這麼多年 你不明白 真的在刺激死傅野 不是啊 很多老屁股 是連NT 是想說什麼都不知道 他們還覺得NT等於超能力人 是跟X-Men一樣 是Super Power 是Super Power 你明白嗎 還有 你還要求他們理解這些高層次的東西 他們眼中麻煩 最後推走阿古哲斯 是Super Power 是啊 還有 你剛才提到的理由 大王已經是比較 在我角度已經比較高層次 有些更加低層次的 我覺得是基本東西 我覺得是低層 有些更加低層次的理由 就是指著Double說 這套太富了 太BL 太商業化了 我就不看這些低層次的東西 鐵血很難不商業化嗎 人性黑暗 人生無常 師兄 人性黑暗和人生無常 不是商業化的內容嗎 你們喜歡看 我就寫給你們看 那不是商業化是什麼 不是啊 在我們很著名的DCU界 就告訴你 黑暗和全家產 就是非主流 但是他們自己本身就是主流 所以本身是一個很矛盾的問題 一套商業電影 但是又要非主流 非主流的商業電影 本身是很矛盾的 就是這些共產的資本主義 就是資本地去行共產主義 我不會否認Double都有他的商業考量 或者他人質 可能沒有啊 那句 回到我講超人那一集 是要有商業考慮的師傅 其實真的除了0079之外 應該吐吐高達 0079也有的 0079是富野沒有考慮商業方面 其他人幫他思考 那一集都幫他思考 是連他旁邊 算了 你給G戰機過了個項目去吧 你不要罵他 我有看過紀錄片 你出G戰機 你再不出 發不下去 你給他出吧 好嗎 不要搞 他旁邊的人又幫他思考 是他不想而已 不合體 夠硬的老師 你給他出 好嗎 我覺得是要商業的 甚至乎 來到現在 可以告訴大家 Double的商業很成功的 因為去到十周年 做這一兩年 這些商品 不斷出回來 不斷賣 而且那時候 新產品 都是會用 Double O那一堆 的機器去做 打頭陣的 因為他知道 你打頭陣就是拿 一些OK的機器 但是他其次 那時候就會跟著 Double O 或者Xia 這些機器下去 先行做 產品的那一堆 因為他那支 Eater的叫作力 是很高的 你錶系列都出回去吧 主角機 你錶就算 最舊的那輯 最後打學獎的那輩子 是Xia OQ 或者其他 甚至外傳的模型 都出到 差不多出光了 就算PG出Double O 其實每次出都是 乖乖的給錢 捧回去 你Metal Build 每個都是搶到 炒到一級Double O 好像炒到很貴 好像是 他在商業考慮上 他機設各方面 都是做得OK 所以令到 商業那裡 怎樣也好都還是很好 他的商業元素 OK 不單是機設 機設漂亮當然 模型漂亮當然 他連歌 還有其他周邊 他真的有精心設計過 他才發出 他那些OPE的全部都好聽 OPE 甚至乎一開始找Naruku 初行樂團 真的 大名樂團 都找他來開 商業考慮 都是吸了人過來 去看 甚至是這首歌 我很喜歡的 他再後期下去 那些名字 其實漸漸很多 都是有人認識 很多人認識 甚至有很多Fans UFO World 那些都好聽 UFO World 甚至乎他因為這套 更多了 一堆Fans 進去 當然我自己嫌UFO World 後期這首歌 是 重複的 差不多 我自己嫌這個 但他那堆歌 又做得好 音樂也有村井獻次做 所以配上裡面 若干劇情 其實感覺出來也做得好 Transom 我這首BGM很喜歡 很喜歡 我有一期開 就這樣開那首來聽 好像很有危機感 很緊張 我自己很喜歡那首 而且他是少數外傳漫畫 真的可以回到正傳的作品 因為其實我想這個作風 應該是Seed開始的 Seed第一部開始 這個二端鋼蛋那些 尷尬阿星和正傳都搏不起來 二端算好少少 紅藍篇是比較 紅藍篇也是做得不錯 紅藍篇也是做得不錯 紅藍篇OK 然後之後那些 Distant的那些你真是瘋鬼 有時候你覺得外傳這集 放在正傳打正傳死了 有時候是這麼說 對 說外傳的東西 UC都不是好很多的 不是的 有任何UC作品 有UC的title就很好的了 AOZ是什麼 我想問一下 你說這些 那些機器多漂亮 其他東西不想再說 都是那些 你拿這隻機器去打 去打就不用打了 我擔心這隻機 你拿這隻機器去打 你拿這隻機器去打 說回外傳我沒有看完 但其實兩個外傳都鋪得好 OOP和OOF是做得好的 是駁得賣的 他有些是支援本傳天人 天人前傳也好看 是 還有 剛才說的商業考量 人設 我是同意他有一個所謂 女性向市場的考量 但他做得好 我覺得做得OK 他沒有太負 我個人如果計算商業 我自己計算 我覺得反而行過近女性 會喜歡的人設是比較好處 因為如果你說 男的那些主要是看機器那裏 那變成你用機器去吸男粉絲 然後人去吸女粉絲 其實是做得到的 甚至其實 Seed 該走這條路 Seed 那些人 其實是吸了很多女粉絲過來 而機器也吸到一些男的去看 而OOO 吸男的又多 然後你好像Lock on 薩拿伊 或者提子當年 也吸了很多女粉絲回來 那你以商業考慮來說 這一部是做得OK的 我覺得是 是 這樣說 我自己對整套OOO的評價就是 他是多問題 他要表達的東西 我也覺得不算表達得很好 但是 他已經是非UC系列的高達作品裡面 水準比較高的一套 那他越戰越高的後期 你多了這麼多攝影底 就再再高 是啊 他當初剛剛結束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是OK 比較佳座 然後我沒想到後面會越戰越高 越攝越高 好像日本人坐坐戰那些 這些就是浪底攻略 就是浪高的Wonder Woman 那些暗黑兵法的東西 你不認識的了 我自己覺得 我看完Season 1 Season 2 加劇場版 我是很喜歡 甚至我翻看之後更加喜歡 因為我覺得 我反而是很喜歡他的訊息 這個說出來 可能大家會笑咎我的 我是因為這個訊息 在我的人曾經 在某些時刻 想到跟某些人 是應該開拖 那些時候 還是嘗試去談 我真的要在某些時候 影響我 有些時刻覺得 我先嘗試談了 談不成我再嘗試 那一刻我真的 那個腦袋是浮一浮到 一點點去拍出來的 我不是開玩笑 我只是想到 不是的其實 我有些時候浮到最後兩句 所以我有試過一個時刻 我是 不說什麼 但某些時刻 我真的試過 我先不要罵了 我先談 我先談了 談了還是不行 還是反抬 那一刻再反抬 所以說話那次 最後很遺憾地 最後我是翻了桌 但是我只要說 我沒有後悔 那次我先溝通 再翻桌 那一點點 有一點點對我的影響 我只要說一下 你說看WO 現在看回 最大的感受就是 為什麼一套十年前的作品 可以做得完整性這麼高 而現在是做不到 其實是拿手畫 歌 聲優 以及故事 最基本劇本的結構 現在是完全沒有一套作品做到的 短片不要跟我說 你不要跟我說 短片有很多好東西 我知道 你不要跟我說電影或者短片 長片作 沒有 是完全沒有 四五十集 我再說一下 那你連四五十集都少了很多 那倒轉回 剛才這麼說 他雖然是揹著高達的重擔 他倒轉回來看 他都是因為高達才可以 有這樣的機會去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 那如果現在的市場是完 就算你看現在 現在的高達你都看他做些什麼 就是 完了沒有我想問一下近來 哪一套 Bill Bill的那套 那些人說有點悶 Diver Diver 好像 我沒有看完 那些人說完了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是玩具廣告雜誌兩季 但是你這套我當你銷售小鞋 我 我 可以算你一點點的 但是你鐵肉真的沒有 這個沒有得 沒有得交 沒有得交 我反而不知你的系列之後想怎樣做 因為 有鬼就是剛才談過那個很矛盾 就是如果你想做一個好像TBALL那樣的事情 又有那些麻Q凡的粉絲在吵著 你做一套鐵肉 大家又好像 各個屌魔劍 但是又有很多人好像很支持鐵肉 那我真的不知道你的系列之後怎樣發展 其實我挺擔心 其實我之前看過那些 推薦一些新入坑看Gundam 看非UC 就是當然你看UC就有一大堆 可以順反著 甚至有些劇場賣給你看 有些人推薦你非UC看幾套 通常都是Double 就是Belkan的Double 比較懷舊的W 甚至Turney 這幾套都是比較主要去推薦的作品 Turney是UC的 Turney是當是UC的 都是W和Double 這些比較推薦的人去看 因為第一 沒有那麼難入坑 第二 我覺得W也很高門檻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反而是低門檻 至少不會先看壞人 OK W很多人來說是放門檻比較低 所以有它的歷史地位在這裏 還有好像這樣說 十年之後你看回 它沒有退色 有些動畫在五年後 或者是 甚至是兩年後再看回 你覺得已經是 好歪 你是感覺到它經不起時代的考驗 甚至乎現在Double有些東西要成真 好像現在討論的 真的要起一條天梯上去宇宙的 有這件事的 即是討論 甚至乎 能源危機那件事 有新能源出現 令到一些 倚靠舊有能源的國家會沒落 這個命題 這個議題 現在這個年代都還在說 甚至乎 有些So call 陰謀論 在吹緊 為何再有些新興能源 不可以面世 是因為要壓下去 如果不是 被暗殺了 甚至有些相關學者 是被消失 也有說過一些陰謀論出來的 就是因為如果你有新能源出現 舊有的秩序就亂了 而Double就是說 一個新能源出現了之後 舊有秩序亂了的一個局面 它可以是這樣的 你看到現在這件事 在我這個年代還是挺接近的 還有這麼說 雖然我覺得 他最後的主題 是我覺得有點漏洞 還有說得沒那麼好 還有表達得不算太好 但是 算完整的了 即是說你在屌人之前 麻煩你的腦 運轉了想一下 理解一下別人說什麼 你理解了 即是你說你不喜歡可以嗎 你理解了之後 你到最後還是要打 是另一回事 但是你要先理解了 那這個 至少比起 W的完全和平主義 是好很多 其實一個人寫完兩季劇本 會不會是少數 或者他成功的地方呢 五十集劇本 其實以前一向都是 即是都是一個人寫到底的 即是最多有其他人幫他手 撿頭撿尾啊 寫獨立幾集啊 這樣 但是一個人回合到最後 其實一向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有Season Break 應該就好再 是 有Season Break的創作 有時候是好事 我覺得有好有不好 我覺得 都是的 即是當斷櫃之後 你很容易 Pick up又辛苦些 而且會高層很容易 會引導你去繼續轉方向 你很明顯 第二季後面有很多東西轉了 都是都是 但是有好有不好 當然這個叫做 不是一個說出事的例子 Season Break 另一個例子 不是Season Break的問題 事關於人事 是人的問題 人的問題 所以 整體來說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是喜歡 《機人誤翻》 或者喜歡《高達》這個系列 就 《Double》是值得看的作品 當然很多人其實都已經 看過《Double》這個作品 有不同評價 但是 我自己覺得 你 他有些打的場面 我覺得你來不可以 開出來 拿來回味一下 都可以的作品 我自己覺得 當然 機設方面 他都做得不錯 其實 《Season 1》和《Season 2》 不是 劇場版 算是 有些機器 我特別喜歡 《Lock on》過抽 《Lock on》過抽 《Design 》 他的劇場版 原本是放仔的 第三 他的劇場版 那一屆 搞得更有趣 那個劇場版 《Hallelujah》那一屆機 是四隻眼 其實是兩個人格齊 所以 挺有趣 當然 現在都不用擔心他沒有商品 《Design 》 《Design 》 我懷疑 可能可以再戰十年 不是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 真的可以 只要有大王這些課長在這裡 再戰二十年 都有不是問題 那不是只靠我的 你說你的類課長 是 還有順便 最後再提一提 就是機設上面 這個海魯村兼武 還有這個 大學員邦南 主力是他兩個 但是 好像還有一個是幫忙設計高達的 我忘記了名字 但是他們的設計 也是 就是你也見證了大學員邦南的實力 就是大家因為在Gundam Seed 開始不停恥笑大學員邦南 說他老土 設計不到好東西 但是OO 證明到他 他不是一個追不上時代的設計師 對 挺冷一點 黑波是後兜了 我覺得他在Seed那裡 有一堆機器 都應該是受人影響 而要這樣設計的 我覺得 受哪個影響大家 心照 他是一個會追上時代的設計師 那海魯村兼武 也是 他 我覺得 時代感來講 海魯村更加厲害 海魯村那些 我覺得是近軍武風 我不知道是不是軍武風多一點 或者現實風多一點 所以 他那種出來 我也更好一點 就是 我猜OVERFREG 另外那堆機器 哪怕是人格聯那堆 那堆 我覺得 其實軍事用 我覺得這樣 是比較刺激 那些就未必是他們設計 應該是其他人設計 我覺得很多這些 捉機 我是喜歡 但是軍武 在這個方向 我想是他們 我覺得FREG 那些 或者Union 或者另外 另外那邊 那些飛機那些 應該都是去搞 自己的古咒 但是我很喜歡那些機 我甚至是 可能比高達我更加喜歡那些機 我自己很喜歡FREG 那幾部 那 今天都差不多 當然有沒有可能 跟大家說 Double的新作 就不是完全沒有 十周年 都不知道會不會再出 十周年 其實就 有那些 就是叫做Event Event 有講過 其實是想出到 劇場版後的世界的作品 還要說主角 是哈姆 就半人半EOS 的情況下 的哈姆 好像是X R3 好像是 不是沒有機會的 也確定了原來劇場版 因為我覺得劇場版 哈姆是給他 人物性價 他自殺 立即炒了幫薩娜 原來是套了便當的 理論上 所以大家不用這麼傷心 原來他理論上 在劇場版沒有死 哈姆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說 不知道 還是說一句 有宣傳圖 不代表可以做到的 還有說 還有未來會有舞台劇 對 真的有舞台劇 真的有舞台劇 有宣傳圖的 不知道會是出廣播劇 這個網後再留意一下 今天的動漫戰隊來到這裡 都差不多了 這次可以跟大家預告一下下集的內容 而我們下集節目 就到了季度的交替 所以下集是跟大家回顧上季的舊番 回顧上季番組的 至於那些番組 有些做得好 有些做得不好 有些開頭覺得多好 可能之後變得不好 有些開頭不是多好 之後做得好 總有的 到底哪些好 哪些不好 哪些戰哪些隊 那就留下集回來 和大家慢慢戰 慢慢隊 都是那句 因為番組數目眾多 我們不可以遮蓋那麼多東西 沒錯 所以我們下集 大家可以回來看看 我們會講哪些的番組 沒錯 我們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回來 再和大家慢慢談 拜拜 我們大家在不及的 我們下集再見 腳很溫暖 我們下集再見 對我們下集再見 跟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ハイヴァ 有人快樂 有些新的 有些新的 兩層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